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 HK,我是阿俊 在 Horizon Zero Dawn 中有十二個不同的望遠點 而這些望遠點都非常特別 因為他是世界毀滅前一個在法羅自動火岸上班的工程師的自白 當中有一些他生平的故事 而這十二個望遠點就是他得知了 將會發生這個機械瘟疫的時候 去十二個對他來說非常特別的地方 去留下一些紀錄給後世有機會看到 當中還有一些他自己和家族的小故事 當大家看他的生平故事的時候 你就可以更加了解到世界究竟是怎樣 而這十二個望遠點的順序就會根據他旅行的十二日的次序去收集 第一個望遠點就在地圖的左上角這個位置 我們的人物就要來到地圖上這個位置 來到之後就會看到身後有這塊大岩石 還有一個叉子 然後我們跑過去你就會看到一個可以讓你攀爬的位置 之後我們就要沿著這塊石爬上去 爬到上頂之後我們就可以收集到第一個望遠點 留意一下我們來這裡的話就要是Aloy 成為了追尋者之後才可以過來 我們都差不多爬到上來望遠點這個位置 在這裡按R3就可以進行觀測 除了剛才的錄音其實裡面還有很多文字紀錄 因為太長的關係我就把它卡住出來排在這裡給大家看 大家有興趣的就可以按停來看 又或者是卡住圖之後慢慢看都可以 第二天的望遠點 就在六亞條村附近 這個位置我們就由這個位置開始 大家就會看到有一個可以攀爬的石級 這裏就是空軍作戰學 原來我們這條村附近以前是空軍作戰學院 接著我們末日旅行團就去第三天了 第三個望遠點就在這裡 都是一開始已經可以來到的地方 這裡就有一塊岩石 都是要爬上去 通常望遠點都是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你跳一下跳一下就會上來 這就是探險家博物館的位置 都是那一句大家有興趣的按停來看 我們去下一個了 第四天的景點就在這裡 我們就由一個營火出發 營火就是這個 出來之後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目標建築物 接著就一直向前跑 留意附近就有一些守事者 跑的時候就小心不要被人發現又要打仗 對不對 跑到這裡就會看到一些黃色粒粒 都是沿著這條路線爬上去 之後就向右 我們就可以進去建築物的外面 接著向前跳 接著前面這個位置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可能會跌到地上 上來之後我們再沿著這條柱向上 之後來我們的目的地就不太遠了 只差一點點 其實很棒,這些遠距離跳是有慢動作的 差不多了 接著我們上前面這級 來到我們的目的地 因為這裡是附近的最高點 可以看完所有的景色 現在的這個位置就是看到科羅拉多泉 好,那我們去第五天 第五天的望遠點位置就在這裡 這裡比較好,因為我們的望遠點在平地 就不需要上山找 所以很簡單就已經找到 這邊就是買爾基特路天競技場 接著我們去第六個 第六個就在地圖的右邊,附近是魔鬼之哀 我們主線都會來到這裡,只不過我們要向上爬 基本上我們在這個營火一出來就已經可以看到這一棟大廈 跑到進來之後我們就向右轉 在這個位置,跳上來之後再轉左 大家看到牆上已經有黃色點? 我們就要握著這幾粒東西上去 位置就大約在這裡 接著我們就可以沿著這幾粒東西跳 不過留意一下跳上去之後有時候會不小心失路 接著我們轉右,看到嗎?右邊這條上面有一粒 因為晚上爬的關係就會比較難看一點 上到頂之後就向左跳 不過我覺得這遊戲跳的系統是比較簡單的,操控不太難 接著左手邊的牆上又有另一邊可以跳 沿著這幾粒的指示繼續去,我們很快就可以去到目的地 還差一點點 接著我們轉後就在右手邊這塊東西繼續向上跳 小心不要跳到街上 其實都很難跌到街上,大家放心 好,終點在望,我們跳到一級就已經到了 就在這個位置,向前跳 跳過來了之後還有兩級可以上,上到來就是我們要去的滿意點 A pocket shit storm tour, day six I was fresh out of rehab when we saw the medallers just play the heart's wayfarers The admin jersey looks pretty funny, I feel you're sorry 單佛體育場,這個位置 對這個工程師來說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地點 接下來我們就去第七日的旅程 第七個位置就在這裡,地圖的左下角 這裡就在太陽岩附近 我們就可以沿著這個山壁爬上去 不過第一次來的時候,這裡是很吵 因為有一個副任務可以接 而且這裡要爬的路都很漫長 雖然就不難爬,因為它的指示都很清晰 如果跳不到的話,你就嘗試向下一個位置推 讓羅伊伸手的時候按摩叉,就可以跳到過去 接著我們滑下去,看到終點 落底就是我們第七個望遠點 A pocket shit storm tour, day seven I was three months out of rehab when we went camping out here Wyatt went to sleep early So was just the two of us when we stayed up and watched the Perseids After, as we talked about the stars and space tech I suddenly knew what I wanted to do with my life 紀念碑谷,這裡就可以看到流星雨 接下來我們就去第八日的景點 第八個景點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上去的位置就在這裡 在路的中心點,附近是分岔路 大家就可以認認一下位置 我們就在這個位置開始爬 這裡都算簡單,其實已經看到觀望點 再爬高一點就已經可以到達 就在這塊石的上面 到了我們 這裏就是新娘面紗瀑布 不過因為地質有些改變 這裡已經不再看到有瀑布 已經不再看到有瀑布 第八日結束,接著我們就去第九日 第九日的景點就是在子午城附近 這裡就有一個營火可以給我們傳送過來 我們在營火出來之後就向前面這個方向爬 隱約就可以看到這個攀爬點 之後我們就沿著攀爬點上來 其實這裡我都找了一段短時間 因為它爬爬點不算十分容易認得到 附近就沒有其他位置可以爬上來 大家就不可以利用這個不斷跳跳跳的 在傾斜的位置跳上去 說得來我們都差不多到終點了 好,來到 就是這裡 小心不要跌下 第九日的地點就是老鷹峽谷 接下來就已經有很多很多字要看 大家最好就留下它慢慢看 因為可以放大 好,我們的末日旅行團將要去第十日的景點 第十日的景點就是在蓋亞終極板附近 主線是會經過的 位置就在這裡 我們要爬雪山 因為附近的環境好像到處都差不多 最好就認一認這裡的環境 石頭我想都比較容易認 總之正宗深穩就差不多了 接著我們都要沿著指示向上跳 其實已經隱約看到的終點在哪裡 不過我們就要在座山上轉兩個圈才能上去 就是這樣 之後再上去 跳多兩級就能上去 到了,這裡就是我們第十日的景點 這個景點 Apaca Shit Storm Tour 第十日的天 所以這裡是我學習了 世界會結束 我第二天的天 在一年 看來有很多建築 為什麼會這樣 今天的景點是國王山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第十一日的景點 這個景點就在鱷魚坦附近 是比較難找一點 當我們在附近螢火出來之後就可以爬上去 長路慢慢來我們的目的地 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只要沿著這裡爬上 兩三個斜坡就已經可以去到 一直向左爬 就要留意一下那些 零射有少少圓式的坦爬點 上到這裡之後就走過繩子 其實你可以在 終點附近 慢慢跳上去也可以 找一些斜坡 不過這樣爬是舒服一點 不用找得那麼辛苦 說得來我們都差不多上去 還差幾級 大家看到有東西拿嗎? 有東西拿的位置就是我們的目的地 到了 到了 這個是結果 我才可以看到 你坐在的地方 所以你已經去到西方 我現在起碼 我到這次去死 但我該死的路 我長過來走在海淺 我走上水 我會坐在此 我剛才只躲在那裡 我當作發生 我當作發生 我不是出事 我前來要去做 最後的景點就在這裡 阿諾伊被捉的競技場附近 我們跳的起似地點就在這個位置 就在這裡 之後沿著山路上 接著我們上到這個頂的時候 就看這個位置就可以再上去 其實我們的目的地都是可以在附近的斜坡慢慢跳上去 不過就要自己花時間找路 你跟著這條路線走就一定不用找 這樣就簡單很多 不過我們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上去 因為起似地點離我們的目的地太遠了 我們繼續看下去 上到這個平地之後 轉左就是我們要看的位置 其實就可以看到這個競技場 你已經寫了我們的家庭的故事 全部十二天的景點我們就看完了 其實法羅這個工程師都頗慘 他小時候就去科技 之後因為想歪了 而開始了他的吸毒 最後幸好媽媽救了他 不過最後 媽媽因為太辛苦 中了毒 沒有得醫 要離開這個世界 他自己都陰差陽錯地發現了 法羅基溫 會毀滅世界這件事 究竟這十二天的旅程完了之後 他真的自殺 死了還是去其他地方做其他事情 其實找這十二個地點 再把他的故事排出來都頗花時間 希望大家喜歡 今集就到這裡 記得按讚和分享 拜拜